一、二 右手碰触左边膝盖一边做一边数数 56岁的钟女士一人独居 中风后被评估为失能 让她沮丧无力感倍增 透过治疗师每星期一次到宅以个别化 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赋能训练 现在钟女士不但逐渐完成日常生活 更养了宠物兔 从被照顾者转换为照顾者的角色 看到一个个案成长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像一开始钟女士 她就是会躺着 那就是卧床 那很多卧床的患者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种障碍 我们看不到 就连刚才我们主命里讲的 呼吸还有身心灵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帮助的 那特别是 但在我们一项一项恢复功能之后 她可能就会有很多想法 有些积极的个案 好像她一开始是独居 又有卧床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她会不会就是 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 那慢慢增加她的信心 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发现 她可以走路了 然后可以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那想要外出等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特别是后面她想要可以照顾宠物 照顾兔兔 就从一个被照顾者的一个状况 那提升到她想要照顾人 她可以照顾 不只照顾自己 可能想要照顾宠物 那当然相对的 她的功能要提升很多 特别是一开始她的心态 她的心灵就是你要很健全 那另外一点就是 她的一些 她要自我检视 我哪边不足 像她有跌倒的状况 她就会想说那我走得更好啊 她就会激励她的次数 像现在踏步 本来我要求说她踏30次就好 她就会说我要踏100次 那很好 那甚至会自己做记录 有些中风患者 她很容易就往旁边倒下去 因为她会半边忽略 忽略她的换侧 那有倒的状况 其实要很大的注意力 你可以看到 她做动作的时候 左右两边都做 这当然是今年累月的练习 才可以有这样的成效 都已经是上百下 那她做动作的时候会有数数 数数也是加深我们的专注力 因为有时候患者会说 那我要做几下才可以 她又觉得说 我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怎么样 没有进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她讲 你看你数数就可以数30下 10下10下 3次就30下了 慢慢累积就越来越好 像目前她做脚的开合动作 脚的开合动作最主要的话 但是跟我们身体稳定是有关系的 像很多个案的话 她容易跌倒 在家里容易跌倒 不外乎她的脚步就太小步了 走路会越来越小步 那眼睛可能没有再注意看手跟脚 但就容易发生跌倒的状况 那现在就是在做捡兔子便便的时候 我觉得兔子这个优势就是 大小便的时候比较容易清理 所以她用手就可以直接捡起来 那当然眼睛看身体往下弯 蹲下身然后食 捡大便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动作 要不断的练习 像她现在捡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实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她往前弯就会怕 会怕跌倒 她以前跌倒的阴影 心理阴影就会浮现出来 卫生局表示 透过专业人员 六个月十二次 短时间且密集性的到载介入服务 指导个案及主要照顾者 达到训练目标 让个案学习自我照顾能力 或家属学习照顾技巧 我们的流程呢 当然就是收到了这样子的需求 那我们就到案家去做评估 那因为这个钟女士她是独居 其实她有一块就是她很担心 她自己有没有办法回到社区之后 能不能够在家里 不会跌倒 这种担心害怕的心情 那受到了这样子的需求之后 当然就是会做一些 我们调表里面应该要有的照顾评估 那之后她有这样子的 她当然还是希望她能够 除了她的肢体功能能够稳定的恢复之外 那之后呢 其实我后来再访识她 我觉得 这边也要谢谢自理 物理指导师这边 等于是说重建她的信心 她又想要外出再去找工作 那我们配合长照2.0 提供了道载的专业服务 那希望说 藉由需要使用到长照2.0的个案 在居家的时候 一样可以有专业的服务 那富能治疗 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提升 个案在自主健康生活的能力 维持社会的一个参与 还有社交的活动 减轻照顾者的一个负担 卫山局表示 长照专业服务目的 是为了让个案能够学习自主生活 不再总是被照顾 呼吁民众如有专业服务需求 可拨打1966长照专线 或至台北市长期照顾资讯网 线上申请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